当年在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的推动下 鼓励每一个州的州属都成立这个清商组 那么马六甲在当年刘博新会长的这个推动下 那么委任我成为马来西亚马六甲 中华总商会的第一任清商组的主任 那么副手就是拉斗城天长 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我本身也觉得清商组对我来说 是非常的一个重要一个使命 那么清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学习的态度 在此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看到清商团 从之前的十多个人到今天的三百个多个人 那么这边也表现出这个清商团 目前的中委的他们的努力 那么我希望在未来 清商团跟这个马六甲中华总商会的 能够紧密的配合 让这个会晤真正热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